嗚呼 C臉熱炒臉很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今天要推出 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最好吃啦 那跟主題會有什麼關聯呢 那我也不知道 水餃代表什麼 金元寶 那為什麼叫手工呢 我們說 所以靠雙手奮鬥呢 才能夠得到 金元寶才能賺大錢 賺大錢還有存錢 其實跟星座有很大的關係 沒錯 所以今天呢 我們請來了兩組來賓 第一組呢就是 很會花錢的來賓 存不到錢 大家怎麼會就為我們做錯題吧 小燕哥你不要一直為了 坐在旁邊講你會花錢 對 莊哥你 等一下就解釋給大家 你看你身上花了多少錢 你殺到哪裡你就跟到哪裡 好說 還有一組呢 就是省錢一組 很會省錢的來賓 很會省合理耶 什麼都捨不得花 對 以及安德茲老師要幫大家解盤 是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 就擺一群那個教練團 要教育對面 真的嗎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教育 可是我們需要一些小tips 對 就是小小的people 也不能說教他們什麼 但我們就是 今天的人生導師的概念 沒錯 有一點小小的people 等一下我們這一組 就是好好的教他們 好 教到他們懂為止 如果教不懂 這一集就不結束是不是 不是 玉琳哥 我為什麼要跟幾個窮鬼逃 我要怎麼省錢 玉琳哥 你錢有做什麼郭台銘 做什麼賺大錢的 我們也就亂了 每個收入都沒有比我們好 黃多平還要教你啊 還要教我 他的教我什麼 就好像納豆教我們怎麼長高 對 或者是怎麼樣經營副業 招鬼拿藥單嘛 沒關係我們就是分享會啦 分享一些小小的錢 但是我很好奇 你是存得到錢還是存不到錢 因為 叫你購物狂 百分之百應該是存不到錢吧 我的購物狂叫 聰明購物 啊 我只買會有保值的東西 漂亮 例如 人家會說 你女孩子很喜歡買珠寶 或是買一些這種 Jewelry飾品 那就會買一些就是那種 你可以以後給你的女兒啦 那種都重責百萬啊 不是 就是這樣子 不是如果你要買包包的話 你要買一些包包是保值的 所以我因為我摩羯說我只買 我懂 我不買 你現在很奇怪的 他講這個是謙虛啦 他是說因為我都買保值的東西 其實他永遠不怕那個存不到錢 因為他這個方法叫做 因為夠有錢嘛 對 怎麼花還是存很多 對啊 他那個水庫的水位滿到 每次洩洪又滿 洩洪又滿 洩洪又滿 真的有方法啦 真的 你因為買東西 因為我們做這個行業 我們總是要投資自己 所以買衣服 讓自己變漂亮 這個也是一種投資 你才可以去外面對不對 投資自己 你才能得到更多 對啊 如果這個 我很好奇 小鐘哥 你真的是 省錢 你應該很省 對啊 客家一哥 你怎麼會坐在這個 很會花錢的 我單純想坐在林莎旁邊 真的假的 不是 因為小鐘以前那個 大家背後都說他是 殘寶寶 節儉 對啊 很節儉 對啊 英文名字叫 傑森 叫傑森 對啊 傑森 你是出了名的傑森 我跟你講 我已經變了 對啊 我看你看得出來 這一身行頭就不得了 我跟你講 今天這行頭不得了 首先這個眼鏡 我跟你講這個 TOMFORD的眼鏡 我在英國買的 TOMFORD好可怕 兩萬塊的 我在英國買的 然後這個 OFWIDE的鞋子 也是 也是在英國買的 然後這個 巴黎世家的 外套也是十幾萬 外套 還有這個 手錶 來 TOMFORD的 這四十幾萬 他那裡 四個 四個 然後這個 褲子的包包 也是十幾萬 對 這些東西 待會兒都要拿去還 這些 豬都吃豬都吃豬都吃豬 這豬都吃豬都吃豬 這完全不像他的個性 不像 你知道他以前節儉到什麼程度 新居落成 埋在延集街那邊 對 然後我們去旅途熱鬧 他整個房子是沒有裝潢的 是有一張很破舊的桌子 然後上面一盒衛生紙 真的假的 衛生紙要幹嘛啦 我現在不剛剛是工地耶 以前不交女朋友 因為交女朋友也是花錢 真的假的 女朋友就是五姑娘 對 所以需要一盒衛生紙 有需要啦 以前人家問我說 單身會不會心酸 對 我說手比較酸 對 後來發覺你看 錢賺那麼多幹嘛 你看 這個憲哥 就是要花 憲哥說過一句話 你不要 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對 世界萬物 我跟你講你都帶不走 你要對自己好一點 對自己好一點 在一刻 我跟你講 直到兩年前 一定有一個契機對不對 對 發生什麼事 就是 就是有一陣子 我就覺得很奇怪 哎唷 我的喉嚨 就是常常就是 卡卡的 吃東西就是 吃東西就是刺刺卡卡的 那嚴重耶 很嚴重 因為我又看到很多 很多這個新聞 又看到很多有關於這方面 可能是食道癌 因為你平常又喜歡喝熱湯 吃火鍋 我又愛吃 那個最容易發生食道癌 對 那我就很緊張 那有時候這裡就 胸口就有 足熱感 我就鼓起勇氣去看那個 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 然後我就說 醫生我這裡卡卡的 那醫生說 還好你來得早 你再晚五分鐘以後 我就 一轉手就關門了 不是啦 喂 所以後來是什麼 不嚴重嘛 我只是想講 你出門的時間 他到處交代一眼 很憂鬱 他把朋友約在餐廳裡面 然後分配財產 有 玉琳哥有 然後潘若底 潘若底分到他那一盒 衛生紙 沒有 那時候就還好 結果經過那個精密的檢查之後 是 那還好 那我就那一刻想說 我銀行這麼多錢 我這麼多錢還沒有花 對 那我又一個人 那我為什麼不對自己好 就花了吧 然後我就開始花 因為衛食道逆流 想要把錢全都花光 對 那是還好是衛食道逆流 可是他想很多 萬一不是衛食道逆流 然後他即將 他就說再見 離開人世間 怎麼辦 那他自己存那麼多錢 對啊 幹嘛呢 對啊 那些錢就是 最後也是不知道給誰 對啊 那我就覺得對自己好 我就開始去 隔壁朋友都是吃好的 然後就買東西 也是買自己喜歡的 也不會想那麼多 對 開心過生活 所以說現在跟我交往的女生 我覺得會是最幸福 中哥 妳就很大方啦 我現在超大方的啊 妳過我出去有花過錢嗎 沒有 不過今天就是真的 我覺得真的 我跟奉獻所有觀眾朋友 真的 你要愛你自己 對 愛你的人才會來愛你 對 自我自己 對 做你自己嘛 愛你的人自然就會來愛你 要 對不對 好啦 我們要言歸正傳 是啦 你們 因為你們這組人就是 存不了錢的人 那你們覺得 存不了錢的狀況是什麼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要提供問題 提供一些你們的困擾 他有辦法解決 好 那我們中哥先講 來 狀況 只要聚會 荷包就會大失學 哦 小時候就喜歡請客 我跟你講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那譬如說現在呢 譬如說我喜歡找 所有的朋友一起吃飯 然後吃飯的話 如果裡面有一個 我覺得不錯的女生 那幾乎這個單 都是全部我買的 或者說你帶你所有的朋友來 這個單也都是全部我買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叫什麼 就是愛烏吉烏 對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其實這個 就是喜歡烏龜連憋一起愛 對 這個有點怪 就是 憋到原來是烏龜 其實我跟你講 我還發覺請人家吃飯 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真的 他就是大方誠信 但以前的他也不是這樣 以前不一樣 我們合作一個節目 合作了五年吧 百戰大勝利 他終於想通了說 要請這個我們製作群呢 一起吃飯 他要買單 對 後來我們就大塊朵魚 然後能點多少算多少 因為難得他要買單 對 他吃得飽飽的 然後他也很霸氣 從口袋裡面拿出一張卡 麥當 然後店員就走過來 卡一拿過來 破破掉在地上 為什麼呢 斷層兩截 他的卡是用俏帶黏起來的 但是已經可能很久了 膠帶就沒黏性了 然後兩張兩半掉在地上 店員說這個沒辦法刷了 因為已經剪掉了 他是從 持卡的中間那邊斷掉的 是故意的嗎 那時候玉琳哥是製作人 那後來玉琳哥就買單 被我買 對 但那次我是真心想要買單 那次卡真的就是斷掉 我也不知道 你那個卡這一招用了幾次 這個招數很不錯耶 那個招數其實滿好用的 真的 那麗莎 我自己的話其實我跟鐘哥一樣 就是其實我對我的家人或朋友 我真的是會非常大方 尤其是如果我自己剛好又在那一天 接到了一個還不錯的工作 或還不錯的業配 我那一天真的會非常大方 就覺得說 啊沒關係我賺錢我來付 像前幾天 就上個月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跟朋友約了去吃牛排 然後那一天 我剛好接到了一個 就是還不錯的業配這樣 然後那一天就去吃牛排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會在一剛開始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 今天我來請客你們隨便點 因為這樣朋友一定會不敢點 所以我會等他們全部都點完之後 最後在結帳的時候 對 我才說好今天我來請客 他們就說蛤 為什麼 然後我才會跟他們說 因為今天就是我其實有賺一點錢這樣 所以我來請客這樣 而且最重要是 你還敢說你聖誕節 請朋友吃牛排 聖誕節的時候 小鐘一直在等你約 聖誕節那天我們也有約 那天我們一起吃飯 真的假的 我們比賽 你跟我們一起嗎 我們自己還算 是禮拜的 你自己吃飯了嗎 你讓我多久了 我請客 還有熊熊 我們三個人一起 終於有一點的聖誕節 有人約你了 因為小鐘很悲慘 他的歷任女友 都選擇在聖誕節跟他分手 真的假的 那小鐘一直找不到原因說 為什麼你們都要在聖誕節 跟我分手 後來康康哥就點醒他 這個暗示還不夠明白嗎 聖誕節跟你分手 因為你只剩下蛋 好 好